那麼說現場的長官貴賓 還有各位見眾的同學 我們記者媒體大大們 大家好 我是佳琪 歡迎佳琪 佳琪今天都在忙些什麼的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其實私保罵生活 跟其他媽媽沒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就是罵小孩啊 拿小孩罵小孩 沒有啦 其實在那時間年底到 大家真的非常忙碌 那我們剛忙完 我們民視過年特別節目的錄影 還有一些我們需要錄一些存檔 那現在呢就是緊羅密補的 在為今年的跨年晚會 努力練舞啊排練開會 我們看到前幾天這個新聞 很期待佳琪到時候的尺度大開 我也很期待啊 那今天佳琪來到我們Rethink的場子 聽說因為其實佳琪2018年 拍了一個公益年曆 但是那不是第一次跟Rethink認識的時候 不是 其實認識Rethink是在 差不多可能八年前 那時候我們全家人到小琉球去度假 那大家知道小琉球就是看海龜嘛 看到海龜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那天晚上我們全家人就圍在那邊想說 海龜是不是有很多法規啊 不能摸他們啊 怎麼會被罰錢要怎麼保護啊什麼 你就上網一查 沒有想到竟然看到好多海龜 因為海洋垃圾所以被困住 沒有辦法呼吸 然後死亡等等的消息 那頓時我們那個歡樂的家族氣氛 就變得很低迷這樣 那我跟我哥哥就在想說 怎麼樣來鼓舞大家一下 我們隔天就在小琉球辦了一個淨灘 那淨灘我們也考慮到說 那淨灘我們不能隨便亂淨 我們要看一下人家專業的是怎麼淨的 一下網查就查到resync 然後呢就真的他們的網頁裡面就有非常多正確的教育方式 然後以及我們要怎麼樣邊淨灘邊分類 然後怎麼樣好好的是真的達到淨灘的功效 然後我們就 我就開始像一個小粉絲一樣的 就開始追蹤resync的粉絲專業 追蹤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很久欸 對然後我也一直想說 那我能夠為我們這一片我們所愛的土地做些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到說 欸我們可以來出一個公益的桌麗 然後也呼籲一下粉絲朋友們 我們一起大家一起來保護我們的環境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自己寫了一封email給枝陽 我說枝陽你好我叫我白家綺 然後考慮到說他不一定有在看台語八點檔 我還把我的連結啊過去拍的作品 就很像在面試你知道嗎 傳給他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他一開始以為我是詐騙 哇天啊 對因為剛剛聽這個過程 其實很像小粉絲在暗戀枝陽 這樣應該從來沒想過自己有這一天 這樣子 後來呢我甚至還去自己 報名了枝陽的垃圾課 那時候有一些講座嘛 就驗證本人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一些交流 那我後來就跟他說 我很期待可以就是 為我們這一片土地有一些付出 然後或者是帶領著粉絲朋友們 一起來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淨灘啦或者是透過怎樣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更把這個環保的意識 落實在生活當中 所以那個時候詹陽也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然後在每一次的淨灘活動 他都會先上一個垃圾課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 因為淨灘它是最後一步 它並不是真正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只是我們了解環境的狀況之後 我們要如何在生活當中 可以真的來保護這片土地 真的這非常重要 而且家綺身為公眾人物 把這個影響力還可以擴散出去 聽說不只是就是自己投身環保 日常生活中都會落實環保以外 還影響了這個演藝區很多的 工作人員跟朋友 甚至獲得一個環保糾察隊的封號 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因為也很不想讓人家覺得 我是環保魔人啊 所以也是在生活當中用影響的方式 讓別人看到的時候我就可能就會分享 我為什麼會開始注意這個議題 為什麼會在乎 還有在垃圾課了解 我們這麼小小的一片土地 它所承載的垃圾量 其實有一點超過負荷了 水已經淹到鼻孔了 會分享這些故事 然後包含像前兩個月我們 鳳凰藝能 我們一起去淨灘做公益的時候 我也會提醒大家說 我們竟然是去做這個保護環境的事情 那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帶瓶裝水喔 我們要自己帶水壺帶毛巾 就是在生活當中用這個提醒的方式 然後包含我們的教會啊 就是大家在享用愛宴的時候 全部都不會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或者是盛裝的器物這樣子 然後甚至大家就會開玩笑說 欸那個環保小煎冰來了 大家趕快自己排隊去洗碗 就很可愛 對啊 大家好可愛 大家有沒有覺得壓力有一點大這樣 哇 環保糾察隊又來掌握 我覺得適當的壓力 是幫助我們可以成長的動力 沒錯沒錯 一定要這樣子 撐下去影響他們 那其實家綺 我們剛剛也有聽到前面的那個調查 說18歲以下是可教化的這群小朋友們 對 那家綺平常在家裡 我們又把這個官邸也帶給小朋友們 怎麼教育他們 哇 我剛剛聽到我們那個校長秘書講 同學很討厭老師們很八股式的碎碎唸 其實他們也很討厭媽媽的碎碎唸 你知道嗎 但是在環保這件事情上面 真的家庭教育也很容易變成碎碎唸 因為我們一定是機會教育嘛 你看到他沒有做好你就告訴他 欸這個應該是放到哪裡 應該怎麼樣 應該要先洗乾淨 應該要拆開 應該要壓扁什麼的 喔 然後就 有時候就小朋友就會覺得翻白眼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很 很期待就是 欸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是可以透過遊戲 或透過更輕鬆的方法 可以讓孩子們內化 然後成為他們一個 喔 他也很在意這件事情 所以他願意 雖然多付出一點點的不方便 但是他願意一起在行為上面做一些改變 所以當這個循環之邦退出的時候 我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帶回去以後 就馬上立馬跟孩子一起玩 那他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看到說 喔 原來這個要這樣分開來 拆開來回收 喔 原來這個是垃圾 它不是可回收的 懂懂 哇 這真的是寓教娛樂欸 對啊 平常跟他們講很困難的東西 但是透過玩桌遊的過程 就可以更認識這樣 對 媽媽也不用一直睡睡念 對 但是能夠被夾起 這麼漂亮的媽媽睡睡念 當你的小孩還是很幸福這樣 欸 你想得太淺了 媽媽在家也不是長這樣 媽媽在家裡的時候沒有出貨完成 媽媽在家也就是長得像媽媽 對 其實剛剛有提到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這個桌遊 它是透過跟學校的結合 所以其實如果媽媽們 雖然不能每個人都買一套放家裡 但是呢可以透過家長的身分去支持校園 導入這套課程其實很有幫助的 當然 其實啊我在第一次遇到指揚的時候 永遠記得我問了指揚一個問題 我說你在環保這件事情上面 努力了這麼多年 是不是越來越有心得 這樣跟我說 會越來越感到無力 因為你越努力 你會越看見自己的渺小 跟這片土地 其實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出來 完成這件事情 它就很像我們在做公益一樣 並不是一個人多有能力 多有影響力 它去做了很多 而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願意 在生活當中改變一點點 其實它就會好像長成一棵大樹上面 一片片的葉子 它才能夠為這片土地折風擋雨 所以其實今天我自己特別的感動 我剛剛在後台聽到很多的企業 一起來支持環保這件事情 我也很開心 我們經歷了三年的疫情 環保這件事情好像 離我們原本所期待的越來越遙遠 但是我覺得 近年來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 有能力 有影響力的人 願意站出來 一起為了這件事情 來多付出一些心力 所以我更期待就是循環之邦 當然如果有一天可以讓我們 每一個家庭對不對 每一個家庭都有一個 然後來教育孩子 那或者是說像現在 我們期待更多的企業 一起來認購 讓我們可以在校園 更多的校園裡面 來推廣18歲以下可教化的青年 對 我們就是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守護我們的圖 沒錯 現在Everything已經推到25間學校 剛剛有說嘛 三年內還要再推到500間 我們一起來期待 一定可以 要超過超過 沒錯 然後呢因為其實呢 今天我們有個特別的橋段 就是有一群學生 他們已經在學校裡面 玩過他們這個循環之邦的桌遊 然後自告奮勇要來跟家綺PK這樣子 太棒了 我跟你說 大家知道我演過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在我的老師給我小賀裡面 是演凱蜜老師 今天就派凱蜜老師出場 凱蜜老師上身 我們看誰敢來跟凱蜜老師PK 師生的對決 師生大對決 那我們來歡迎今天這個 勇氣可嘉 不怕死的一群學生們 歡迎我們建國中學的學生 哇 掌聲鼓勵 我們是來建國中學二年級 我叫做李七零 不好意思 我們稍微往前一點點 我們等會要準備我們這個PK的道具 對 再稍微往前一點點這樣子 好 來 我們來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李七零 我叫做張紅香 你們叫我Jerry就好 Jerry Jerry 好帥啊 Jerry 你們三個人都有在學校 已經玩過循環之邦對不對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心得嗎 就像我們玩的時候 我們要骰骰子 那就像我們現實生活中 其實骰骰子不一定骰到我們想要數字 就跟我們回收的時候 不一定我們會有想要的東西 或者是我們不一定會想要的方式 科技這類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的難點 對 剛剛檯面老師有發現 他那個很有手勢 對啊 是不是平常在講 被發現了 哈哈 平常在rap 這樣的循環之邦 就是多才多演 真的 好的 那今天要跟那個 我們的家綺PK 你們有沒有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今天我們其實為了讓媒體朋友們 更了解循環之邦 所以我們有一個示範賽的機制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會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要先抽第一輪的 剛剛講的垃圾卡牌 那第一輪是簡單的垃圾 那我們先請家綺幫我們抽一下 第一張 好 然後建中同學 我們請建中同學 可以幫我把口罩拿下來 好不好 對 我們這樣的畫面更好看 讓你們這樣害羞嗎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家綺抽到什麼垃圾呢 塑膠袋 塑膠袋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塑膠袋這種單一材質的部分呢 它其實這個回收的難度呢 是兩點 所以等會呢 家綺就要看 能不能有相對應的 這樣的回收技術來回收它 這樣子 不過家綺日常生活中 是不用到落塑膠袋 對不對 環保雙間平 都會自己攜帶環保袋比較多 沒錯 然後如果是要去採買的話 因為家裡人口眾多嘛 我們可能會用紙箱去裝 對 這樣是更環保的 好 那我們看第二種垃圾 這個是帳單信封 喂 你們手氣沒有很好耶 對啊 這好像看起來有稍微難一點 這個是紙 這個是塑膠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帳單的外面是紙 中間有一個薄膜是塑膠這樣子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垃圾的下面 都會有一個它得到的點數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塑膠薄膜的部分 它其實是很難回收的 所以呢 只能當垃圾 對 只能當垃圾 所以它最後就算好好的處理之後 也只能獲得一點 好 OK 好 看起來建宗學生第一輪 稍微有一點點那個 就已經輸給我們的老師 落後一點點 那我手上的這個是 剛剛沒抽到 這個是網購的幾箱堆 這個是最好的 最好的垃圾 對 這也是每個家庭裡面最多的 沒錯 而且它是單一材質 所以它相較起來是比較好回收 回收價值也比較高的 對 那這個籤王就先放到一旁 好的 好 那我們先把我們第一個垃圾貼到我們後面的這個 我們的垃圾卡的部分 好 這個是簡單垃圾 接下來我們的第二輪的垃圾 這個稍微難度又更高一點了 好 家綺再幫我們抽一個 我抽這一張 好 然後同學 哇 家綺剛剛一身 我以為垃圾奶很有 對啊 它其實怎麼了 剛剛是乾淨的垃圾 這個是髒一點的垃圾 對 對 那為什麼它難度比較高 因為通常這種有油脂 然後比較髒的這種垃圾 其實它回收非常難回收 有可能會回收失敗 沒錯 它是不是要洗乾淨才能夠回收 對 甚至它回收價值 有時候洗乾淨很油 其實那個回收價值是很低的 哇 家綺這個難度很高 接下來這個混血環寶貝 欸 來幫我上課了嗎 對 來 請說一下 什麼是混血環寶貝 常見如果要好回收的話 我們正常來講 應該要單一 然後又要乾淨的 那像這種混血環寶貝呢 它可能裡面混了一些 甘蔗加 咖啡渣這類複合的東西 那這些全部做成的複合材質 反而是不好回收的 對 所以你們抽到這個難度很高的 這個已經 看起來這個魚先輸了 確實 還沒有資源 對 但是這個混血環寶貝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其實是很新的一種環寶的 雖然名字叫環寶貝 可是其實很多時候 反而不環寶 所以要在這邊呼籲大家一下 我們還是要找到 是真正的素材 它是可回收的 才是真正的可以環寶 才對環寶有幫助 沒錯 我們開玩笑說 在循環脂肪裡面 這種混血 塑膠混了很多其他東西的 其實複合材質都非常難回收的 它反而就變成垃圾 沒錯 那我們請放到垃圾卡2的部分 那我手上的這個是電子發票 其實剛剛季雄有跟大家分享 電子發票是不能回收的 它就只能被粉化或是掩掰 所以大家如果有拿到電子發票 其實都可以用雲磚發票啦 對 就減少拿這個電子發票 好 那我把它收起來 所以其實在遊戲的過程當中 孩子就是透過這些垃圾卡 他就可以知道說 喔 原來這個東西 它要怎麼樣來回收 它是不是可以進到回收頭 沒錯 沒錯 就是在玩卡的過程當中 就已經很有觀念了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稍微同學往這邊站一點點 我們看到中間呢 就是我們這次的裝備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了垃圾 然後呢 這些垃圾要被好好回收 它必須要有這些回收技術 那回收技術有分高階的 低階的 對 然後高階的部分 可以處理到難度比較高的垃圾 對 同時我們看到 垃圾有什麼 有金屬的回收 紙類回收 塑膠回收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垃圾卡 需要處理的這個垃圾的技術 來做對應的這個回收場的選擇 那要怎麼選呢 怎麼選呢 我們這裡有一個特別設計的橋段 就是我們要請家綺 還有我們的同學等會 一人大聲的說出一句 對環境的告白的話 然後呢 誰講的最動人 誰講的最霸 那我們就會讓誰可以先選這樣子 好 我覺得就讓他們先說吧 他會rap 對 好 然後呢 最後評選的部分的話 會由我 就是公正刻畫的主持人 來選擇誰最重的人 這樣子 好 那同學 來 Jerry 現在到中間來 準備好了嗎 好 大家先說出來 對地球對環境告白 1 2 3 地球謝謝你 包容我們這麼多垃圾 有的美的東西 求我你身上塞 是時候換到我們了 真的是rap 可是我們是一句耶 你知道一首歌就出來了 這樣子 好 沒關係 她是rapper嗎 對 她是rapper了這樣子 好 那我們請家綺 家綺站到中間來 對 我覺得地球呢 就像我們的母親一樣 所以我想要對地球媽咪說 以前是你孕育我 現在換我保護你 好感人喔 好棒 好 那身為公正客觀的主持人 我覺得最動人的 當然是我們的家綺 所以全讓 全讓 對 我相信同學們 應該不會有意見這樣 那家綺 那家綺先看一下你的垃圾卡 對 因為我今天抽到的都是塑膠 對 那雖然這個比較難回收一點 但我只要認真一點 把它洗乾淨 它也是可以好好回收的 沒錯 所以我當然是要找 高階的塑膠回收場 好的 哇 那我們來 高階的塑膠回收場 高階的塑膠回收場 一選了 家綺感覺就獲勝了 哈哈 好 那同學你們呢 換你們選一張 那因為我們有 你們的垃圾 對 你們的垃圾 高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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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請拿下來 你們的高階的回收場 好 那家綺還可以再選一輪 還可以再選一輪 對 雖然家綺的垃圾 剛好很好運的都是塑膠 但是還是可以再選一輪 對 所以我可以再把低階的 你可以把他交回 我這樣會不會對於學生的 對 你選走了之後 他們就沒辦法了 不會 不會 可能是在盤 啊 好的 那你們 來 健康的同學們 那我們就算我們沒有金屬 你要拿金屬 OK Revertile 掛心像鏈這樣子 好的 好 那我們就放到回收場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看 因為家綺這邊呢 我們要先處理我們的 第一個垃圾 第一個垃圾 它的處理難度是2 那其實基本上 這個家綺有這個 高階塑膠回收場 已經加2了 所以家綺怎麼 閉著眼睛閃 都一直可以處理 閉著眼睛閃都可以處理 沒錯 因為閃到0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還是讓家綺 來幫我們 骰一下骰子喔 好 來 用我們最美的姿勢 骰個骰子 最美 對 好美好美好美 耶 哇 一點 好 我們還是成功的回收了 我們的 單一材質塑膠袋 得到我們1分 好 那我們請 幫我們1分 好 那換我們 建築同學們 你們要處理的 來 我們開啥你的垃圾卡衣 你們要骰兩輪 第一輪的部分呢 是要處理我們的這個 就是 它外面的紙的部分 好 然後你們有紙類回收場嗎 加2 所以其實你們也是 閉著眼睛閃 就可以先處理完第一輪 好 閉著眼睛閃 說是0 你還真的閃0 你只要不要閃到0 真的 就贏我了 只有它就閃到0 但是沒關係 你第一輪有處理 但是第二個塑膠的這件事情 你們沒有處理場 所以呢 基本上你們塑膠這邊 也沒有辦法處理了 對吧 對對對 那它還是 還是可以閃一個2 欸 這邊我要 我想問一下枝陽 他們這樣子沒有塑膠處理場 可以閃 可以閃嗎 不用閃了對不對 對 因為你們沒有相對應的處理技術 所以我們只能跟建政文同學說 很抱歉 你們沒有拿到分數這樣子 對 因為它的這個處理垃圾 這個複合的處理垃圾的難度是高的 好 那接下來 我真的覺得這個聖之不武啊 家綺的第二個垃圾 其實不是聖之不武 是根本不用玩瘋 對 感覺他們剛剛第二個垃圾已經輸了 但沒關係 我們還是讓家綺 閃一下 我們的垃圾卡二 運動家警醒 沒錯 垃圾卡二呢 它是回標4點 那家綺這邊2點 所以家綺一定要閃2點以上就可以了 好 2點以上 來 哇 哇 哇 竟然 好吧 那這個家綺還是失敗了 沒有辦法 家綺你不要讓他們浪得這麼明顯 哎呦 就是孩子們這麼認真的在學習 真的真的 凱莉老師真好 我都把塑膠工程拿走了 對都拿走了 那同學你們的垃圾卡二我們來看一下 有機會喔 垃圾卡二是什麼呢 是混血淮寶碑 那只能焚化或者是掩埋 所以是無法回收的 對 所以同學們這邊是 零份啊 好 那今天我們這個PK 可以說相當的不刺激 因為 這個很明顯 就看得出來 就是家綺這邊 我們1分 贏了這邊的0分 我們家綺獲勝 耶 好 那透過這樣的遊戲的過程 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整個循環之棒的桌遊 對 但其實我們今天呈現的是 最簡單的部分 它的整個桌遊的設計 其實可以依照不同年齡層的孩子 然後再加強難度跟複雜度 那整個玩起來其實是因為今天時間不夠的關係 對 不然其實玩起來是非常刺激有趣 沒錯沒錯沒錯 今天是示範賽而已 是 那我們恭喜家綺獲得我們循環之邦的王者榮耀 所以我們請我們的枝陽 今天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捕捉畫面 可以幫我張個手 好 中間再看一下 中間再看一下喔 中間 眼睛要睜大喔 好 右邊右邊 右邊看一下 一起往右邊看一下 我們捕捉一下畫面喔 好 右邊再看一下喔 好的 還有沒有媒體朋友需要捕捉畫面的 中間中間 再往中間看一下 好 大家笑得開心一點喔 動態的來揮揮手 比個讚 循環之邦 耶 好 OK嗎 還有沒有需要捕捉畫面的 OK OK 好 謝謝 給當好 に